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名喜欢并追随中国传统文化美的追求者 一个机缘巧合让我结识了戏曲 它大气深沉 我深爱这其中的文化价值 希望能用我的质朴与专注 通过戏画呈现东方戏曲纯粹的写意之美 戏画承载着中国戏曲与水墨的文化价值 和审美智慧 生淡敬丑与笔情墨运浑然一体 戏画绝不等同于剧照 是东方戏曲纯粹的写意之美 它体现了画家的艺术追求和创造 与当下的时尚完美融合 是一种生活情趣的高品质体现 戏画是伴随着戏曲艺术产生 从漫画获得启发 发展并形成新的画种 墨笔记法尽管与传统国画有绝大的差异 但是传神的精神是一致的 舞台上威武雄壮的镜 婀娜多姿的淡 幽默风趣的丑 稳重老见的声须 潇洒雅致的小声 寥寥竖笔 出人物身上的蓝袍 漂浮衣襟的水袖 身段以及人物内心 谦柔静见的线条 画面上洋溢着笔情墨运 在纸上偏迁 既是细又是画 二者浑然一体 细画同源 古老的戏曲与国画 从表现形成 美术原则 艺术态度 以及艺术精神 和哲学根源 等多个方面 都存在着相通之处 传递文化中的精髓 古不陈旧 心不离本 我感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我愿用墨笔呈现出 东方戏曲纯粹的写意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